大家好,我是林士比孔医师 欢迎来到今天的日本旅游情报站 今天要来讲东京乌龙面的推荐 我很早年就有写一篇 我对各种食物在东京吃到 然后我自己的排行榜 像是包括鰻鱼饭、猪排饭 拉面当然也有 然后就是乌龙面 因为我很喜欢吃乌龙面 那我一直觉得 这个乌龙面跟拉面都是日本的庶民美食 那可是假如你很怕踩到雷的话 我是很推荐大家去吃乌龙面的 那一来它通常很便宜 不想花大钱 拉面现在有些还蛮贵的 还会一碗超过一千日币 乌龙面通常都不会太贵 那台湾朋友一般的口味 吃拉面很容易觉得太油太咸 十坚有八坚可能对台湾是偏重的味道 可是乌龙面我觉得真的是踩雷的几率就非常低了 是大家普遍可以接受的味道 那就是可能差别就是汤头 然后面身 有没有Q弹有没有嚼劲这个每个人可能各自喜欢的 就不太一样了 那还有一些乌龙面的配料等等 那当然大家可能也知道日本有三大乌龙面 可是我这篇不是要讲那个 有些乌龙面在东京还不容易吃到 我这篇只是focus在东京我自己吃过 历年来吃过的几间乌龙面 然后我给他排名一下 那另外最后有三名 我觉得各自的店 然后跟那种全日本都有的连锁店 排名其实是我觉得有点不太公平的 因为毕竟这个定位就不一样 所以那三间到处都有的店 我一方面把它们列在最后 二方面我其实不是用我个人的那个排名 我是投票 前几天在脸书也举办了投票 然后让大家告诉大家 是什么是大家喜欢的连锁乌龙面店 我觉得这样子可能是更可以给大家参考的资讯 好那当然排名是仅供参考了 那我这次更新这篇文章 我已经摆在podcast的最前面 那我有把它的tabelog的分数 还有google评价的分数 也都列上去给大家参考 相比于我几年前写这篇文章的时候 那个tabelog跟google的这个评价人数 又越来越多 所以就代表那个分数相对 应该是越来越可信 好我先很快的讲一下 我这篇文章会列出八间点 那很快的讲一下 第一名我心目中最爱的 目前东京的第一名 其实也是常年在tabelog 东京第一名叫做 完香 这个是在神宝丁这个地方 完香乌龙面 然后第二名是很多年前 已经超过十年了吧 在根津 古根签这个地方 根津的一个叫做辅竹的 很有味道的老店 这是我的第二名 那第三名啊 这可能是这两三年疫情之后 大红大紫 最近很多人去可能也都会吃的 叫做五代木花山乌龙面 很多朋友可能是吃他的银座店 大排长龙 好第四名是我 很早年去东京的时候就很喜欢的一间店 那去年暑假有再去吃一次 觉得还是很好吃 他叫做战旗乌龙大使东京面通团 在新宿 很老的一间店 那第五名 也是多年前就吃过 那这几年也陆续有吃 我这一年还有去他的大阪 好像是本店 他出自大阪的一间店 他叫做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 这个有点难念 他的店名是 平甲名 当然他会写成英文 可是就一般人看到会 这个是什么店 不敢走进去 可是这间店我发现 最近越来越红 我第一次知道它也是超过十年前了 我觉得那时候还没有这么红 可是它最近好红 那所以我还是把它 我也蛮喜欢这间店 它在榆田机场也吃得到 在清景泽也吃得到 所以它排在我的第五名 我觉得这前五名的店都非常有各自的特色 那第六七八就是我刚刚说的到处都有的 全日本到处都有的乌龙面的连锁店了 就是大家都知道 玩归字面花玩乌龙面 还有公武战旗字面锁 好这个就是我今天会列 跟大家讲的八间乌龙面 好我们来讲第一名的神宝丁的玩箱 我寄于这间店很久了 因为就是我常在各种食物的排行 的前几名我当然都会觊觎它 然后想总有一天想去吃吃看 那十几年来我就发现这个塔贝陆克上面 东京的乌龙面 几乎它都一直是第一名 而且分数超高 最近好像稍微掉下来 所以它落到第二名了 可是多年来它几乎都是第一名 然后去年我跟我有一阵子待在东京 待比较久的时间嘛 然后就跟罗伯利尔提到这间店 罗伯利尔就说这间店在我办公室附近 在他上班的地方附近 他说他每次下班常常都看到那间店 大排长龙中午出来吃饭或是怎么样 可是他从来没有想走进去过 因为通常排队的人都很多 所以我之前就跟他约说 那某次我去东京 在你下班的时候或是中午 我去找你我们来吃这间店 所以上次终于有时间实行这个计划 那我们就在他中午午休的时候去吃 这次我们运气还好 没有排非常久的队 走到他的门口原来已经有 可能会大排长龙的心理准备了 因为我们大概是12点去吧 就是正好午餐时间 竟然没有什么人排队 好像才几个人 觉得好赞 然后赶快进去吃 那我觉得记得吃完出来就大排长龙了 真的是一间很有人气的店 那真的名不虚传 非常非常好吃 那他完全就是 因为我这几年有机会去四国香川嘛 还有几次就特别去找很多间乌龙面来吃嘛 所以我知道四国香川的战旗乌龙面应该是怎么样 那他几乎完全就是那个味道 那这个店主还真的是从香川学乌龙面回来的 那他是师承这个香川县林歌郡 一家叫做三月舞动的 也是很有名的一间店 好 那这一间店当然也有他自己的一些规定 他店内是不能摄影的 那可是你可以照你自己吃的食物 这倒是可以 那希望大家要遵守规矩 那我这个9月初 看2024年9月初 整理一下他的Tabellog是3.91分 我记得前几年还更高分 超过4分 现在是3.91分 有4364个评分 你看这有多有人气 Google评价也蛮高的 Google评价4.3分 3092个评价 好 他其实就在神田古书街的附近 也在大家知道 神宝丁那附近 还有很多运动用品店 我那次吃完就顺道去逛 那个接近郁茶之水那边 就有很多间运动用品店 就顺顺道一逛 然后也看了一下古书街 那他离最近的车站 是这个地铁的神宝丁站 走路4分钟 那离JR郁茶之水站7分钟 大概在这样的一个位置 非常推荐大家吃 好 第二名其实就有一点历史了 可是长年以来 一直在我的记忆里面 是吃乌龙面非常满足的一餐 我有非常多餐 满足的乌龙面的记忆 应该是在乡船 难免是在乡船 在四国 那可是在根筋腐竹的这一碗 真的是我记忆里非常记忆 印象深刻的一碗 那他在根筋叫做辅竹 这间店 那他很特别 他是一个在未言无设计的 改建的石造仓库中 很古色古香的一个 像仓库一样的店家 然后你就一片落地窗 在店里面就可以外面望向日式庭园 这样很有气氛的一个店 那他的乌龙面是手打现做的 所以你进去点餐之后 还要等一会儿时间 可是等待是完全值得的 那我点了这个辅羊舞动 这个就是一大碗汤的 非常非常大碗 那面条非常Q弹 然后你加你喜欢的配料 葱花 七味粉 姜末拌来吃 非常非常好吃 那假如你去谷根签散步的时候 不妨考虑来这间吃 那这间塔贝肉现在是3.67分 978个评价 Google也有4.3分 910个评价 你看都是非常高分的 那这个根筋站 地铁千代田县根筋站 出口3分钟 好 那第三名大概就是 最近你随便Google 东京乌龙面 应该是蛮多人写这件 因为它最近红起来 它叫做五代木花山五栋 它是出自群马的一间乌龙面 那为什么它会声名大噪 是因为它在这个一个乌龙面的比赛 连续三年获得乌龙面天下第一的冠军 连续三年 然后就声名大噪 那可是这些年其实非常非常早了 因为你看历史悠久 它已经到了第五代老板 五代木 那本店在群马 明治27年就创业了 已经超过100年了 那五代木这个年轻的店主啊 他把曾经在大正时代到昭和30年代左右 在店内曾经贩卖过的这个超宽的乌龙面 这个宽到5公分啊 这个叫做 呃 那他后来就来东京开店哦 那目前东京有三间店哦 银座店 日本桥店 还有雨田机场 国际航夏 这个我去采访过的 那个 Airport Garden 有它的分店哦 那 那 祝 各位网友回报起来 然后还有我上次去住东营座的旅馆哦 我有跟大家说 东营座 有好几间有名的餐厅嘛 那 我观察到 这个花山乌龙面实在是排队的太可怕了 因为它最近就越来越有名 那 可是 相对来说 日本桥店 或是你到雨田机场再吃 那 排队人潮就不会那么可怕了 所以建议大家可以避开银座店 除非你非常非常好运 走过银座店的时候 哎 没什么人排队 那你就请赶快走进去 那从雨田飞的话 我是还蛮建议你来这里吃的 那分数很高了 这个银座店Tabellog分数3.67分 1100个评价 Google分数4.2分 1700个评价 你看都是很高的 好 那再来我就要讲这个 新宿西口 这也是充满回忆 我大概前后可能吃超过三次以上 东京面通团的这一间乌龙面 那它的店名上面有一个副标叫做 赞旗乌龙大使 那早年每到东京开得很晚的东京面通团 这个乌龙面是我们吃宵夜好去处 我早年还蛮常住在新宿 然后当时它开得比较晚 现在没有开那么晚了 我看它现在时间是开到11点半吧 那这一间乌龙面当年是看到有一本日本旅游书 叫做悠游的好像是东京什么美食 它就有推荐这个乌龙面 那它就在鼎鼎大名的面乌武藏拉面 新宿本店的鞋对面 那我当年来的时候 这个面乌武藏大排长龙 非常非常有人气 现在相对没有那么有人气 我那时候有时候会想来排面乌武藏 觉得人太多我就放弃来吃乌龙面 那其实一开始这个东京面通团 它在东京都内有好多分店 我看它现在好像只剩下 好像只剩下新宿分店的样子 因为它原本在水稻桥 在吉祥寺都有分店 那这是一群很喜欢吃乌龙面的美食评论家 那因为他们实在太爱乌龙面了 所以他们就想自己来开店 在东京可以吃到道地的乌龙面 又是相穿 他们也是以香川 赞其乌龙面 要做出那个道地的味道 然后所以才成立了这间店 那因为成立了这间店的这一些人 就是毒舌的美食评论家 所以他们当然做出来的东西 也是非常讲究的 所以我是很后面才有机会到香川 四国香川 踏上四国香川 之前多年我没有真的去香川吃过乌龙面 所以我对香川乌龙面的感觉就是 东京面通团吃起来 大概是这种感觉 是不是就是香川赞其乌龙面的口味 后来多年后我真的到了香川 吃了很多间之后 那去年夏天我有再回去东京面通团 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 我完全不知情 不是这个 对不起讲错了 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 这就是香川的味道 完全没有错 而且经过多年 还是非常有水准 我很喜欢这间店 好 它在Tabello上还是有3.55分 很高分嘛 那Google评价3.8分 1300个评价 好 再来讲 刚刚讲不太知道怎么念的 因为你看到它的招牌 全部都只有日文评价名 你可能会不太敢走进去 可是呢 它通常这家店的外面的橱窗里面 会有食物模型 那你可能看了食物模型 就会觉得好夸大 因为这间 Zulu Tutan的特色 就是超大碗的乌龙面 而且菜色非常丰富 非常非常大碗 因为通常的乌龙面 小小的一碗 对不对 它是真的比脸 比我的脸还大的 一个大碗 所以分量非常大 很有趣 而且味道选择非常多 那我第一次吃到这间店 是在六本木分店 十年前了吧 是日本的日本人 日本朋友带我们去吃的 他说他自己很常吃这间店 那六本木分店 就在六本木的唐吉赫德的隔壁 那他搬家了 六本木分店在那里十几年 然后正好就是这几天 2024年9月 他还是在六本木 那可是他搬家搬到东京中城的对面 好 那这一个真的是菜菜单变化多 而且分量非常大 那他在东京有很多间分店 有新宿店 色谷店 然后六本木店 还有银座店 那最后连羽田机场国际线都有店 所以你在机场也是可以吃到他的 那他分数最高的新宿店 Tabellog也有3.47分 1423个评价 Google分数3.9分 2145个评价 那值得一提的是 有两间店 我特别想讲一下 一个是他在这个东吉普拉扎营作 就是乐天免税店在的那一栋 在鼠基屋桥交叉点那里 东吉普拉扎营作的十楼 有一间这个直路透坦的分店 我头几次经过 我都发现大排长楼 在十楼 排队人非常非常多 所以我每次经过 就印象很深刻 我就想 我是蛮喜欢这间店的 可是这间店怎么越来越红啊 然后还有一次是疫情后 我去清景泽 两年前的那个夏天 去逛旧清景泽的营作 然后走到路口 我就 直路透坦在这里也开了一间分店 怎么会开到清景泽来 然后又一样 门口就是大排长楼 用餐时间 我就觉得这间店 越分店越开越多 然后怎么到每个地方都这么受欢迎 我还蛮意外的 我印象深刻的是清景泽这间店 它有外面的位置 然后还可以 就是让狗狗一起进去 因为很多人 这个清景泽的有钱人住别墅 然后带着狗会出来散步 所以这间店狗是可以进去的 所以它现在在东京还有哪些地方呢 还有一个是涩谷 在许布亚Sky的那一栋 许布亚的这个 Scramble Square的13楼啊 也有直路透坦的分店 那另外是这个好像是后来开的 在东京车站 那个TOKIA这个大楼 丸子内这边 那个B1 你从这个 丸子内地下的那个地铁 或是JR地下道 是可以直通的 这里也有一间分店 那我都有把这些店的营业时间跟地址 官网全部都列在文章里了 所以它在东京真的是越开越多 那六本木是九月新搬家到 那个东京中城对面 一栋大楼的七楼啊 那我看它多了一个业态 我不是很确定那个是什么 可能就是 跟普通的乌龙面的菜色 不太一样的业态 它叫做月金庵 不是很确定是什么 好 这个子路透产的这一间店 推荐给大家 我还蛮喜欢的 可是分量真的很多 好 这个前面这几间讲完了 那我们就来讲三间全日本连锁的乌龙面 我相信你一定听过或看过这几间了 就是完规字面 然后哈纳马鲁花丸乌龙面 还有公武战旗字面所 其中这个完规字面跟公武战旗字面所 已经来台湾多年了 而且其实到处分店还开的蛮多的 花丸还没有来台湾 那我自己其实早年吃的比较多 这几年我就比较少吃了 所以就变得我不太知道怎么排这三间 因为我最近没有吃 我在台湾也很少吃这几间 那所以我就来投票问大家 可是我自己觉得这个投票可能是代表 吃过的人的人数 就是因为大家知道完规字面应该就是分店最多 全日本分店数目最多的 所以应该是最多人吃过他 所以目前投票出来是这样的 这个300票 那完规字面得到了57% 过半的拥护 169票 然后第二名是花丸乌龙面得到56票 20%的票数 那第三名是公武战旗乌龙面 34票而已 12%的票数 57 20 12 大概这样子的顺位 完规字面第一名 花丸第二名 公武战旗第三名 其实我觉得大概这个是反映着他们的分店的数目 吃过的人的多寡 那我其实又把哪卡屋弄上去 就是前一阵子 我们不是有过一次菜阿嘎的风波 哪卡屋的这个青子洞 的形象 大家可能比较有记忆 可是你可能不知道哪卡屋其实是一个青子盖范 不只是青子盖范 盖范 还有金峰 就是关西峰 金峰的乌龙面 它是这样的一个连锁店 所以乌龙其实也是它的主打的菜色 这个可能有一些人不知道 那所以我又把哪卡屋也列上去 让大家投票 他其实也拿了蛮多票了 他拿了11% 只少公武战旗 少一点点 他的分店大概比公武战旗还多 他也拿到34票 可是我倒是好像没有吃过哪卡屋的乌龙面 好这个投票的结果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那最后我来讲一下 那个其实台湾也有公武战旗跟婉龙嘛 那我曾经遇过公武战旗在台湾的一个 2016年 这已经很早了 他是2016年来台湾的嘛 那他是所谓的台湾第一代船人 品牌经理王天佑 那这个人之前在一封堂待很久 然后他就去日本学乌龙面 然后所以那时候我有机会正式采访到他 然后去采访这个公武战旗乌龙面 那他那个时候是跟我说 公武战旗乌龙面跟另外两间花丸跟丸归这种拓点 很迅速的连锁乌龙面 最不同的地方 是他们没有省略掉职人柔制醒面熟成 这两个步骤 就他们可能就因为拓点很广 所以他势必一定要用机器 那这样有好有坏了 完全用机器做当然是可以让所有的分店会有一致的品质 可是你就少了一些人 除职人的手艺 需要人去判断当天面团需要怎么揉制还有熟成的这两步 那乌龙面的口感就是会不一样了 那可是你要加入这种师傅经验的因素 那就变得维持品质会多了一些难度 那也因此每一间公武战旗乌龙面 他的店铺几乎都是开放式的厨房 让客人从字面开始到主面 冰镇到摆盘 封调过程都一览无疑 好 大概就这样子 所以这是我那一次采访印象很深刻的事情 就是他解释了为什么他们展店没有办法跟其他两间店这么广这么多的理由 那大家下次吃到这三间连锁的乌龙面不妨再仔细品味看看是不是有微妙的不同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